下個禮拜英國要舉行脫歐的公投 要決定說英國是不是要走自己的路 但是沒有想到就在昨天 既然發生說有一位留歐主張很明確的女議員 還在進行這個選民服務的時候 一個民眾拿槍就把她給打死了 打死這個女議員之後 這個民眾竟然高喊脫歐成功 這個消息發生之後 所有英國公投的活動都暫停 我們要問有沒有可能英國的公投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整個就暫停 而且到後來胎死腹中不投了 另外還有我們都知道說最近為止 其實脫歐的民調是比較高的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一次留歐的 這一位女議員死亡之後 整個的民意大翻轉大翻盤呢 我們來看到英國的公投暫停 英國公黨女議員考克斯16號 在博斯托鎮的圖書館鄰近 進行選民服務時 遭到52歲的凶險開槍濫殺 拿刀猛砍 激烈的慘叫聲回蕩小鎮街頭 引發民眾恐慌 那些人不正常叫聲 那些人會發脾氣 然後當我們看上去 有女人躲在桌上 考克斯送醫急救後 仍回天乏術享年41歲 而犯案的凶險 則被警方當場逮捕 附近鄰居透露 聲信誤斃的凶險搬案時 曾大喊英國優先 與極右派組織英國優先黨名稱一樣 外界懷疑是否是因為 政治立場與支持歐盟的 考克斯相左才痛下毒手 案發後英國優先黨出面 否認與凶險有任何關係 而考克斯隸屬的工黨鴻豪 包括倫敦市長漢恩 黨魁柯本等人 都出面致哀 面對1990年來 首謂議員遇害慘案 英國各界為之震驚 多數政黨已宣佈 暫時停止公投造勢 第6月23號的 脫歐公投增添更多變數 我們知道說英國可以算是 全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 可是沒有想到 他們因為政治的關係 就決定要脫離歐盟 是不是脫離歐盟會比較好 昨天我們特別談過 但是沒有想要整個案情急轉直下 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會不會因為 這位劉歐尼議員的死 導致整個英國的氣氛 完全大改變 這樣的一個事件 它反映出英國的內部 英國的社會裡面 產生非常嚴重的撕裂 而且這個撕裂已經到白日化了 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這一位Cox 考克斯 考克斯他是一個 劍橋大學畢業的 他本身原來都是在做這種 為弱勢團體發聲 表現非常好 而且是一顆閃亮的行星 41歲 很年輕 他是工黨的 所以是在野黨的國會議員 他主張是留歐的 他的主張是留在歐洲 對 他主張是留下來 因為我們在前幾天 有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有關於英國的內部產生翻轉 產生翻轉了以後 就是脫歐的聲音越來越大 留歐的聲音在減少的情況下 對他來說 他覺得他有一個使命感 他必須要去勸說 為了這個公投 他要去走到基層去 所以他就到了鄉鎮區裡面 然後來說明說不要脫歐 在這個跟選民之間的 這樣的對話的過程中 產生了激烈的爭執 產生了激烈的爭辯了以後 這個男子就拿槍 所以是預謀的 拿槍朝他身上開了三槍 開了三槍以後再拿出長刀 往他身上戳 這麼殘忍 對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這個男子本來就是有預謀 也就是說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人 這個主張脫歐的是有預謀 那麼因此他們產生激烈辯論了以後 那麼吵起來了 吵起來這個男生就殺了他了 殺了他 當然這個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因為我們都看到了一個民主國家 最老牌的民主國家 我們可以意見不同 但是意見不同也不能夠到這種 要拳頭向上 甚至到拿槍來打人 這是表示英國的內部的社會 為了留歐跟脫歐 已經撕裂得很嚴重 這個時候你政府要做一個決定了 一方面你要不你就是對於議員 他們要去推動留歐 或者脫歐的這個工作的時候 那你必須要有警察來保護 所以要派隨附警員來保護 他們的人身安全 要不就全部停止 這一些脫歐跟留歐的 這一些運動 這一些宣傳的活動 目前宣傳都暫時停止不是嗎 暫時停止 什麼時候會再開始 但是他停止了以後 但是並不表示他的公投停止 沒有 他的公投還是在星期四 下禮拜四 還是要如期的舉行 所以公投繼續舉行 但是活動要停止 這個時候當然周邊的國家 都開始表達各種哀悼 因為這個的確是一個悲劇 而且這種悲劇 是不應該發生的 可是它卻發生在這個老牌的國家 好 我們看到歐洲國家的反應 一方面就是大家真的是很擔心 因為全世界20個國家的央行 也都在做避險的準備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 上次我們一直分析說 如果脫歐成功的話 英鎊跟歐元很有可能會中錯 兩個都沒有好處 都跌 都會跌 因此很多的央行 已經開始在做避險了 因為如果你手上滿把是歐元 或是滿把是英鎊 如果它開始貶值的話 你怎麼辦 可是問題是在於 英鎊貶值會帶動 英鎊跟歐元的貶值 可能會帶動別的貨幣升值 例如說有沒有可能日元更升值 如果日元更升值的話 日元的股票就會崩盤 不是會崩盤 日本的股市就會一直往下重挫 因為日本現在的企業 它的獲利 主要是依靠日幣的升值跟貶值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美元 美元會不會就 它目前 不敢升息 就是因為它怕它一升息以後 人民幣一貶值 中間落差更大的話 它跟大陸的貿易的逆差 又被拉大了 大陸人民幣一貶的話 人民幣搶佔更多的市場 可是現在的 你已經不是決定在 美元的升息的問題上 而是歐元日英鎊的貶值 也可能會帶動其他國家 它們避險 另外一個公債的市場 也可能會出現問題 也就是說很多國家 開始去避險 去買更多的公債 這樣的情形下債券的市場 可能會一直獨秀 又興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大家都在做避險的工作 別的國家怎麼看這件事情 法國的經濟部長 他原來的 用的態度是用恐嚇的 說你英國你如果脫歐的話 你英國的安全 我們歐盟不會保護你的 但是這個講話是不太懂政治 為什麼 因為英國沒有脫離 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才是在歐洲 唯一一支軍事的同盟組織 歐盟沒有同盟組織 沒有軍事同盟組織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這個法國的經濟部部長 講了一個外行話 好 德國的總理 他就比較溫和了 德國的總理就是說 我們希望你留下來 用溫情 用柔情 說你留下來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談 好 這個時候這句話很重要 你如果願意留在歐洲 我們什麼事都可以談 在家裡面 大家什麼事都可以談 意思也就是說 我可以答應你英國 你原來的主張要改革歐盟 也就是說你的改革的 歐盟的主張 我們歐洲的國家會聽到了 釋出善意了 會聽到了 這樣的話如果說 假設脫歐不成功 英國再留下來歐洲的話 很有可能下一波 就是歐盟的改革 歐盟的改革 可能就會更多的關注到 英國人的想法 如果英國脫歐不成功 英國也賺 但是如果英國脫歐成功 英國跟歐洲都會受到衝擊 但是衝擊一段時間以後 可能又會慢慢的復原 然後會再重新走一段路 所以目前我們也都在觀察 這個事件不會影響到 他們的大的格局的變化